讲师正在跟小朋友解说水龙头开关原理 台下小朋友也相当认真在听讲 校长邀请前缘老师前来演讲自然科学课程 要让小朋友对自然科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并且提高学习动机 我们感觉孩子每一次比每一次收获更多 也更为丰富 透过这样一个基础科学理念 然后加上动手做的游戏 让孩子更加深如何把科学游戏科学原理理解 非常难得 结合我们自己自然科老师的教学 把一些像今天教的扭力 以及学生教过的杠杆原理 再做一个结合复起 非常有意义 田远老师前来演讲四次 每次演讲内容及课程都不一样 还会将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带入课程中 内容可说是相当丰富 都能吸引现场学生的目光 提高学习意愿 谢谢田远老师在这次来到我们学校 然后帮助我们学习一些在生活上的知识 然后也刚好配合到我们自然科上面的杠杆原理 做一些结合 然后做出一些科学的游戏让我们玩得很尽兴 主题先要设计好 然后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先挑出来 然后看放在课程流程中的哪个位置 让他看到做到 然后操作之后 不管是有疑问或是他发现了什么 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经验 这样子学的东西比较自然比较实际一点 现在对教育资源来说 都会有所谓的城乡差距 服务30年的田远老师表示 来到这里完全感受不到城乡之间的差距 因为学生之间的表现可说是相当优异 那这种模式的学习的课程在都市里面也做了30年了 那这些年来让我感觉到 学生不论是城乡之间的这个学习 或是不同的族群之间的那种学习的这个效果 或是态度 我觉得都非常好 也可以这样讲 没什么差别 透过这一次的演讲 都让学童更加认识自然科学原理 不仅能将书本上所学更加运用外 也提高学童们的学习意愿 田远教学教室在 民意新闻庄博军中疗采访报道